事实上早在1997年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·凯南曾警告 北约继续通过将是整个后冷战时代 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 2014年基辛格博士说过 乌克兰绝不能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 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条红线 2015年美国教授米尔斯·海默表示 美国在奉行门罗主义的同时 始终没有停止把乌克兰拉进西方阵营 俄罗斯作为大国绝不会同意美西方这样做 近日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 刊文指出 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 美国和北约并非无辜的旁观者 美国关于北约东扩的政策 给乌克兰危机这场冲突大火 添了一块巨大的木头 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公正客观理性的分析 未能形成美西方和北约现实版的政策 中方始终认为 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地区安全不能以扩张军事集团来实现 乌克兰问题早已超越俄乌双边关系范畴 在北约连续五轮东扩情况下 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 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